新聞嘛 然後什麼大家也都看到了 對 就是 開心開心 這是真的嗎 就挺好 挺好 所以他的關係是 挺好的啊 挺好的 開始多久了 最親感開始 所以 謝謝你們的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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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先追谁 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说谁追谁 还聊得蛮好的 对啊然后 怎么开始走在一起 是开心还是可以有认识还是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教练 打拳击的教练 然后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地里遇到这样 今天出来是不是有跟他稍微套一下 你可能要怎么说 其实也不是说套啦 就是就是对啊 有跟他说我会承认喔这样子 挺好挺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来看电影的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吴敏翰 你们等下就知道了 大家好,我是王靖的粉丝 大家好,我是林柏宏 谢谢你们来看电影 我在电影里饰演的角色叫做毛毛 毛邦宇 他就是一个死掉的gay 然后他很可爱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当中玩得很过瘾很开心 然后他也有很多很俏皮 但是也有很多很感性的一面 希望大家在毛邦宇这个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的感动 然后也可以看到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对,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 谢谢 你好深度喔 就是因为这么有深度才可以成为你的粉丝 哇 因为 但我觉得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定会看到这部片 其实非常多的 议题也好或者是非常多的主题 在里面 那更重要的是 被被喂死了 对 尊重一下导演 对啊 尊重 然后这是一部非常轻松的电影 更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未来其实希望大家出去之后 可以带着你不管是家人 可能是同学或者是你的 暧昧的对象或情侣 都可以带着你亲爱的对象一起进到戏院 我们2月10号就会上映了 今天看完喜欢的 希望你们2刷3刷4刷200刷 然后自己带着自己的亲爱的对象也进戏院好不好 好不好 会很累吗 其实我之前问的两个人 一个是炎雅 一个是小康 那个真的秀怎么样 他们就这样转过来 小康就说 我最累 然后下次看杨龙 我说怎么样 他也是这样 我累 我说那谁最累 他说我最累 哈哈哈哈 我现在今天不能讲这为什么 你看我们接下来会很欺击 有没有 没有啦 还一样 可爱抽红的疗愈细笑容 没有 跟酬了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不景气 好 然后就 就 当然其实一开始实习生很多 我觉得那个阵容都非常吸引我 我记得我出来第一句话我就说 诶 全台湾最红的都到了 就是 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好可爱啊 好开心 然后也有很杂粮的少尾 但是就是 都是觉得 很久没有回到综艺节目的氛围 当然它是一个真人秀 可是回到 就跟那么多人每天在那边念念念 总比每天在家跟老公念好 所以就可以 出来也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老 然后自己能不能跟着他这个时代 然后能不能为节目做出点贡献这样 会很累吗 其实我之前问了两个人 一个是严雅 一个是小康 对 那个真人秀怎么样 他们就这样转过来 然后 然后小康都说 我最累 然后下次看到严雅琳 说怎么样 他也是说 很累 我说那谁最累 他说我最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之前我们在大陆节目有那个 很好心的概念 那是因为开队 对 这次节目的概念 还好我真的很谢谢大家 就是我们是从 比较早开始的问题 就是白天路 好像通常 当然你们上课比较累 大概早九晚五的概念 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白天路 那我就想说 不能说个年轻人啊 又帅又美 又有实力 又肯吃苦 然后我要怎么办 所以我就走花瓶路线 比如说像 就是围裙是我自己去定做的 我真的跟赵医师 去永乐市场来部 然后就定做 然后我会一直为节目去想到新的 比如说这真的是我最近买的 天使这个小床 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什么温度计 温度计 对 我们曾经就是serve上 那个太热的菜或汤 然后要不然你们一直用手指擦 人家要吃的食物 说好像还很烫啊 这样一直擦 所以我就跑去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就纠结说 到底要买290就好 还是520 所以就是每次都会让我们去 学新的东西 我就会想说 那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更好一点 就是说烈爱经验有经验的吗 而且你现在问他 可以问吗 烈爱经验 其实不行 算不出来 算不出来 就是掉了 就那样 烈爱经验不能讲说为什么 你看我们接下来问性经验 对不对 当然啦 小床这个有比全明星累吗 我觉得不一样的累 因为他这个是 你真的就是开店 那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你包括你要切菜 然后要做菜 然后包括你要 虽然说应 不是应付客人 就是接待客人 这件事情 好像都是陶子姐 比较躲在进行 对 可是 就是整个一天下来 你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 出 会发生的状况 也非常不可能 嗯 然后 膳食主其实蛮辛苦的 但美容组 我觉得更辛苦 因为他们两个人 常常是一天我们录完影 就关店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出来 他们的手 都是抓 然后就讲演无声 就我们最后还要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 大家就是这 呈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 真的无声 太累了 太累太累 搜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